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一个紧急网络安全程序 旨在帮助政府规划其应对和恢复工作 此举表明了川普政府对外国间谍行动的重视程度 美国政府商务部决定把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中芯国际等60家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加入实体清单 这是美国为遏制中国企业利用美国技术 帮助中共解放军提高军力而采取的最新反制措施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目前表示 有兴趣成为候选人拜登的驻华大使 他曾向拜登团队示好 希望获得这一外交职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万婷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五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网络安全网站Cyberscoop的报道 根据白宫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的透露 在太阳风漏洞事件发生后 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一个紧急网络安全程序 旨在帮助政府规划其应对和恢复工作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表示 此举表明了川普政府对外国间谍行动的重视程度 该行动源于一项名为PPD41的总统指令 该指令建立了一个网络统一协调小组 旨在帮助美国政府协调多个机构以应对重大的黑客事件 网络统一协调小组一般由司法部通过联邦调查局和国家网络调查联合工作组 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和国土安全部领导 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网络事件响应主任费兰特表示 这种网络攻击正是我在白宫时所担心的威胁类型 也就是一种感染软件供应链的国家威胁 现在它来了 它不仅影响了美国政府 而且影响了美国政府的一些最敏感的利益 以及私营部门的组织 据报道太阳风违规事件是黑客在名为太阳风的一家 为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实体提供服务的公司的软件更新中 隐藏了恶意软件 目标是损害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商务部 财政部 国防部 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 目前该漏洞仍在调查中 但早期迹象表明 隐形供应链攻击的影响范围 将产生实质性的余震 太阳风声称拥有30万客户 包括国家安全局 美国军方的所有五个部门 以及卫生 技术 电信 媒体和金融部门的实体 网络统一协调小组 很可能会在更多受害者出现时 试图减轻威胁并评估损失 对此曾担任网络安全协调员 现在担任网络威胁联盟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丹尼尔表示 这一系列活动涉及长期规划 大量资源和大量的耐心 他说 由于该事件影响了大量的联邦机构 因此使用总统令来管理 建立一个网络统一协调小组 来应对这个威胁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府需要了解 入侵的程度 可能获得的信息范围 以及这种窃取可能造成的损失 美国政府商务部周五 决定把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中芯国际等60家 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 加入实体清单 这是美国为遏制中国企业 利用美国技术 帮助中共解放军提高军力 而采取的最新的反制措施 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本周五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次被列入实体清单的 有77家企业以及附属的机构 其中60家是中国公司 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他们在协助中共军队提高军事能力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商务部还表示 将把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公司 大疆和中德科技一起列入名单 中国国家科学 仪器材料有限公司 和光企集团也被列入名单 这些中国公司被指控 通过滥用基因收集和分析 或高科技监控 在中国境内纵容了 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 商务部发言人说 有证据显示 许多中国企业参与了 中共军队的导弹和弹道导弹的研发和制造 帮助中共军队扩大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他说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看着我们的对手 用我们的技术 帮助中共军队提升军力 中芯国际被列入实体清单后 他在购买某些美国技术方面将受到限制 他必须要求美国出口商向美国政府提交出口许可申请 任何用来生产10纳米 或者10纳米以下的芯片商品 都不大可能通过审批 美国政府在原则上 不会允许把这类先进技术出口给中芯国际 并通过它支持中共军民融合的项目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我们不会允许用美国的先进技术 帮助我们日益咄咄逼人的对手 发展其军事力量 罗斯说 中芯国际与中国的军工联合体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 中芯国际完美地展现出 中共利用美国技术进行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 对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目前这些公司尚未发表置评 根据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目前表示 有兴趣成为候选人拜登的驻华大使 据说他曾向拜登团队的人示好 希望获得这一份外交职位 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来源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已经联系了拜登的过渡团队 并表示他对驻华大使的职位的兴趣 盖报道指出 拜登向拜登胜利基金会捐款了50万美金 用于帮助民主党人在国会的竞选 根据日刊报道 前孟工厂和魁比公司老板卡森伯格 也为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说了不少好话 他告诉拜登过渡团队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将成为一名优秀的驻华大使 根据资料显示 通常总统都会用大使的职位来奖励大手笔的捐赠者 除此之外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 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长期商业关系 也可以作为达成交易的潜在奖励 迪士尼公司董事长鲍博艾格去年因拒绝谴责 中共对香港民主抗议者的镇压而受到外界的抨击 在他的领导下 迪士尼禁止ESPN记者发表任何有关中共和香港关系的讨论 这一决定是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争议之后做出的 迪士尼在中国投资巨大 在上海和香港都有主题公园 还依靠中国的票房帮助其大偏盈利 因此 艾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日报指出 艾格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是在一次访华期间 当时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阿斯纳 为1997年上映的电影《昆都》亲自到北京道歉 因为这部电影对毛泽东的描写 和对中共军队屠杀藏人的场景而激怒了中共领导人 美国保守派网络杂志联邦党人文集的文化编辑 艾米利·亚辛斯基曾表示 迪士尼新上映的《花木兰》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了保持进入利润巨大的中国市场 迪士尼等美国电影公司在制作前或制作后 对作品进行审查 以安抚中共 除此之外 迪士尼和好莱坞电影 通常与五角大楼和国防部合作 使用美国的资产作为道具 如喷气飞机 坦克和海军基地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曾提出立法 要求切断国防部对任何允许 中共审查其内容的美国电影公司的援助 克鲁兹的这项立法 只允许国防部与那些不允许 中共审查其内容的公司签订合同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